厚皮甜瓜具有洗温、洗光、耐旱不耐湿的特点 因此在我国多余的中东部地区陆地栽培获得了成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随着日光温室、塑料大棚等保护设施的迅速发展 厚皮甜瓜的生产开始走向全国各地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介绍IVF117厚皮甜瓜日光温室栽培技术 敬请关注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炎热的夏季 消热止渴的瓜类有很多 甜瓜可以说是非常受欢迎的 虽然不像习惯那样占据了方向 但是凭个甜字可是牢牢抓住了不少人的心 市场上甜瓜有很多 名字都很好听 但是在我国的栽培品种中 通常分为薄皮甜瓜和厚皮甜瓜两个类型 与薄皮甜瓜相比 厚皮甜瓜的果肉更加的蜜甜 香气浓郁 而利用日光温室塑料大棚等设施栽培的厚皮甜瓜 不但能够补充淡季市场的供应 而且瓜的外形好品质佳 已经成为了市场上十分畅销的中高档实令水果 一些品质好 综合性状优良的新品种 更是受到了消费者和种植户的青睐 这部今天的节目里 我就要给您介绍一个厚皮甜瓜新品种 IVF117的日光温室栽培技术 IVF117的果肉呈浅橘红色 肿腔较小 果肉厚4厘米左右 肉质口感细腻 稍脆 有淡淡的清香味 中芯折光糖含量在16%左右 存放7至10天以后 果肉稍软 更加的蜜甜 口感品质也更佳 IVF117具有较强的结瓜能力 一株能结多个瓜 如果一株上只结1到2个瓜 平均单瓜重能达到1.5千克左右 母产量在2500至3000千克以上 IVF117整个生长阶段要求日均大于15摄氏度的累积温度要达到2200至2500摄氏度 全生育期需要95至115天 比目前生产中普遍使用的厚皮甜瓜品种伊丽莎白长7至10天 从初苗到地湿结尾 此外上的结果化开放 需要55至60天 IVF117具体最适宜在我国的哪些地区栽培呢 这个117呢 主要可以在华北地区 像这个北京 河北 山东 以及山西等地啊 这个大庞里 还有日光温室里种植 特别主要是在春季种植 包括另外呢 可以在内蒙 零夏 这些地区的陆地 包括甘肃啊 也可以种植 我国的华北地区 二至五月份的冬春季节 普遍干旱少雨 白天光照充足 气温回升较快 日光温室内的光热资源 足以满足生产高品质 IVF117后皮甜瓜的需要 加上又是市场供应的淡季 因此是栽培优质 IVF117后皮甜瓜的最佳季节 通常 当棚内地表下 10厘米处地温稳定在 12摄氏度以上时 就可以开始定制栽培了 以北京为例 适宜的定制栽培时间 一般在2月中下旬 5月下旬到6月上旬 可以成熟上市 在准备好日光温室时 要避免重查 温室里的浇灌系统 最好采用滴灌 这样结合附膜可以保证 整个生产过程中有相对较低的空气 相对湿度 膨膜要选用透光性更好的无滴膜 同时通风口要用40目的防虫纱网封闭 准备好保温覆盖物 准备好这些以后 就可以跟随我们到北京市平谷区的一个农业生产园区 去具体的了解一下如何在冬春季节的日光温室里栽培IVF117厚皮填瓜了 首先来看看如何培育IVF117的状苗 我们以血盘机制育苗为例 IVF117机制血盘苗的苗龄一般在30天左右 因此要提前30天进行播种育苗 在北京地区 育苗播种的时间一般在1月中旬到下旬 目前 专业的育苗温室大棚中 血盘机制育苗通常在这种苗床架上进行 苗床架的高度在1米左右 为方便管理 营养液池和输水管也是必不可少的 育苗用的血盘可以选50孔的标准黑色塑料血盘 育苗机制一般采用草碳 珍珠盐和制食的混合物 配比为1比1比1 同时每立方米机制中加入蓬化积粪5000克 和散磷甲比例为15比15比15的 三元复合肥1000克 拌匀后 再用每克含100万包子的生物农药 寡雄腐酶可施性粉剂 配成1万倍的水溶液 喷洒机制并在此拌匀 喷洒量机制看起来潮湿即可 这样可以杀灭机制里的真菌病菌 禁种催芽是播种前的必需工作 为了能够比较彻底的杀死种子表面的病菌 禁种可以分两步 先用55至60摄氏度的水温进行温汤禁种 不断搅动 等水温下降到30摄氏度以下时捞出种子 倒入浓度为1万倍的寡雄腐霉水溶液中 浸泡5至10小时 然后将种子倒入沙网中 在清水里涮起两遍后 永世毛巾包好 放在28至32摄氏度的温度环境中进行催芽 一般经过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 种芽就露白了 然后要马上准备播种 将配置好的机制装入穴盘中 用刮片将机制刮平 轻压马齐装好机制的穴盘 这样深1.5厘米的标准播种穴就形成了 播种时 种子要平拨在里面 牙朝下 然后附上机制 放到苗床架上 浇透水 盖上透光的白色塑料薄膜 这层膜既保温又保湿 可以促使加快出苗 出苗期间 湿衣的苗床温度白天应保持在25至35摄氏度 夜间18至20摄氏度 出苗后 在温度管理上要控制好三个阶段 第一片真叶展开前 下胚轴处于快速生长的时期 为了防止形成高角苗 需要降低温度 白天温度以20至30摄氏度为宜 夜间温度应控制在15摄氏度左右 真叶长出后 下胚轴生长基本稳定了 可适当提高温度 促使叶片加快生长 白天温度控制在25至30摄氏度 夜间15至20摄氏度 凉片真叶以后 也就是定之前一个星期 可适当同风量降低温度 促使小苗渐状 白天温度保持在22至25摄氏度 夜间温度保持在15至18摄氏度 使用穴盘机制育苗 由于机制湿水较快 刮苗容易干旱 因此育苗期间 浇水相对比较频繁 在水分管理上 要看伤情浇水 见干浇水 同时浇水要浇透 育苗前期 第一片真叶展开以前 只浇清水 第一片真叶展开以后 为了促使苗状 可以浇浓度为 0.3%的磷酸二氢钾营养液 清水 营养液 浇体喷湿 浇水时间 最好安排在 每天早上的10点左右 冬春季育苗 病虫害相对较少 不过前期要注意预防促导病 可在子叶展开后 喷湿一次 1万倍液的寡雄腐霉进行预防 移栽前 为了防止将病虫害 带进生产棚中 最好再喷湿一次 7500至1万倍的 寡雄腐霉 可施性粉济的水溶液 播种后30天 幼苗涨到了两叶一新 这时可以准备定植了 育成苗的状苗指标 是两片针叶完全展开 叶片肥厚 舒展 叶色浓绿 无病虫害 筋杆粗壮 根团紧凑 根系发达 移栽定之前 要将棚室内上插留下的 病残珠清理干净 土地稍作平整后 施入腐疏的有机肥 和三元复合肥 有机肥每亩 食用量3000至4000千克 复合肥要求氮磷 甲比例为15比15比15 总有效成分达到45%以上 每亩地食用量50千克 将肥料均匀地洒湿在地里 然后用悬耿机进行翻耿两遍 翻耿深度要达到25厘米左右 接下来就可以棋笼做小高棋了 要求高棋上边宽80厘米 高20厘米 棋间距70厘米 棋坐好后 在棋上安装两条间距为30厘米的滴罐管 滴罐管上滴水孔的间距为IVF117的竹距 最后用1.2米宽的黑色塑料薄膜覆盖垄面 薄膜的四周用涂压时 为便于定值 在薄膜上打孔 标上滴水孔的位置 定值前 最好对棚室内进行消毒 可用插电式硫磺熏蒸器熏棚 熏棚时要密闭温时大棚 硫磺熏蒸器要挂在走道墙方便插电的地方 每个棚挂6个 均匀分布 每个熏蒸器内加硫磺粉30克 插电后 硫磺粉预高温融化 产生无色的二氧化硫气体 这些气体弥漫在棚内的各个地方 可以比较彻底有效地杀灭附着在棚架墙壁地表的并均 熏棚时间一般为8个小时 然后打开通风口通风 消毒2-3天后就可以定值了 定值要选晴天的上午进行 定值时要将苗栽在靠近滴罐孔的附近 栽之深度埋住根坨就可以了 每棋沿滴罐罐栽双航 株距35-40厘米 航距35-40厘米 每亩大棚栽苗株数 在1800-2000株 定值后 马上滴罐浇水 使根系和土壤紧密结合 每株苗浇水量 1.5-2升 同时 封闭大棚提高温度进行缓苗 要求白天棚内温度 一般在28-32摄氏度 夜间在15摄氏度以上 这样有利于发根尽快缓苗 正常情况下 定值三天以后 植株就会开始出现新叶 这表明 小苗已经完全缓苗 开始正常生长了 田瓜也就随之进入到 开花前的田间管理阶段 缓苗以后要及时通风降温 促使植株多发根 生长健壮 棚内白天适宜温度 应保持在25-30摄氏度 夜间在12-15摄氏度 棚内环境要保持相对干燥 适宜的空气相对湿度为 30-50% 在光照管理上 要注意保持棚膜洁净 每天做到枣结棚 碗盖棚 尽量增加棚内的光照强度 及光照时间 充分满足植株光合作用的需要 定值后10天左右 植株长有5-6片叶时 开始甩腕 这时需要浇一次透水 也叫催腕水 目的是促进植株经腕生长 催腕水浇水量比定值水要大一些 每株浇水量2.5升左右 对于植株基部的这些紫腕 如果长度达到了15-20厘米 都要打掉 那为什么不能早打呢 因为这些紫腕能抑制主腕的过快生长 防止窜秧 跑腕 造成花牙发育不良 当然也不能打得太晚 太晚紫腕会消耗太多的养分 反而会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发育 同时进行吊腕 通常在瓜苗栽培行的上方 大约2.3米高的位置 顺着拉一道12-13号铁丝 将抗老化的专用吊腕塑料绳 一头固定在铁丝上 另一头绑在瓜苗主腕的基部 让瓜腕顺着绳向上环绕攀附生长 种田瓜最讲究的是如何整枝流瓜 IVF117后皮田瓜该如何整枝流瓜呢 钓腕栽培IVF117后皮田瓜最适宜采用的是 单腕整枝 紫腕结瓜 一腕结一至两个瓜 积开花前 在主腕中部位置10-12节 选留一个结瓜紫腕 其余紫腕都去掉 在生产世纪中 为了确保果实的外观形状标准 好看 帮忙要在流瓜紫腕附近 多留两条紫腕作为选瓜用 如果要留双瓜 在主腕22-25片叶结位处 再留一条紫腕 同样也要预留两个选瓜紫腕 定之后25-30天 蜘蛛长有15片叶左右 这时10-12节紫腕上的结石花就开放了 结石花虽然是两性花 但温室大棚内由于环境封闭 昆虫较少又没有封 仍然容易受粉不良 造成化瓜 果实形状不好 因此需要进行人工辅助受粉 受粉应在早上8-10点之间 选当天开放 生长发育正常的熊花和结石花 摘下熊花 去掉花瓣 将熊蕊青涂结石花的柱头就可以了 蜜蜂喜欢采蜜 同时也是受粉的行家 为什么不将蜜蜂请进甜瓜大棚里帮忙呢 这不农业师范员的小张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将蜂箱放到大棚中央 蜂箱口打开 蜜蜂们就迫不及待的一个个从里面爬出来了 嗡嗡着飞向正在盛开的花朵 他们采完了这朵马上又飞向另一朵 在采蜜的同时 也帮助花儿们完成了传粉任务 蜜蜂兽粉不但节省人工效率高 效果也要好于人工兽粉 一般每亩大棚放一箱蜂 大约2000只蜜蜂就可以了 采用蜜蜂兽粉要特别注意 一是温室大棚通风口的防虫网一定要严密 不能让蜜蜂飞出棚外 另外放蜂前七天内以及放蜂期间 不能喷湿化学农药以免伤害蜜蜂 受粉后刮前留两到三片叶 掐去紫蜂的生长点 这样可以使营养更多的聚集在结石花上 保证更好的作瓜 开花受粉期除了整枝打岔 一般不需要进行其他的管理 若秧子出现缺水症状 可适量进行补水 但不可过量 以免秧子疯胀 受粉后二至五天 脂肪开始明显膨大 这表明受粉成功 已做住果了 当果实长至鸡蛋大小时 就可以进行定果了 选果实发育好 果形端正 果梗粗壮 果前功能液较大的紫蜂留下 去掉其余两个紫蜂 定果以后 果实生长速度很快 需要补充大量的养分和水分 因此要马上浇催果水 催果肥 促进果实迅速膨大 催果水的浇水量 比催万水要更大一些 每株保证三升以上 同时随水释入 淡磷钾比例为 17比7比26的 水溶性复合肥 这一次的肥料 明显提高了钾的相对含量 因为增湿钾肥 有利于提高瓜的含糖量 施肥量按每亩的 5公斤的标准进行 为保证施肥均匀 肥料要先用水溶解后 再倒入施肥器中 当果实长到拳头大小以后 为防止果实坠秧 要进行吊刮 用一根50厘米左右的塑料绳 一头绑在果梗处 将果实吊起 另一头绑在吊腕绳上 这样果实的重量 被分担到吊腕绳上 果实就是长得再大 也不会坠秧了 受粉28天 果实能够长到1至1.2千克 已达到了标准重量的70%左右 以后果实生长开始变得比较缓慢 这时需要再浇一次肥水 促进果实的进一步膨大 肥水要求和定果后的催果肥水 要求一样 在温度管理上可以适当提高棚内白天的温度 增加昼夜温差 以促使果实内营养物质的积累 白天最高温度保持在30至35摄氏度 夜晚温度维持在15至18摄氏度就行 同时要注意加大通风量排湿 防止空气湿度过大 引起病害 除了要做好温湿度的管理工作 开花结果期也是病虫害的一发期 这一时期除了要采用加强通风降湿 控温 合理整肢 及早清理植株下部的病残老叶的农业综合措施 进行预防之外 还可以进行适当的化学防治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成熟期的田间管理工作 都有哪些具体内容 受粉后30至35天 果实涨到了1.5千克左右 以后果实体积就不再增大了 而果皮则开始转色 这标志着果实生长进入了成熟期 在成熟期 果实内的可溶性固形物和蔗糖的含量迅速增加 一些带有香味的汁类和醇类物质 也在不断积累 因此成熟期是果实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 强光照 高温 大温差 都能促进上述营养物质的形成 尤其是能显著的提高蔗糖的含量 在温度管理上 白天可以将棚内温度提高到35至38摄氏度 而夜间温度要控制在18摄氏度左右 在花北地区 成熟期正处于5月下旬 6月上旬 夜间顶风口和腰风口可以全部打开 以尽量降低夜温 在湿度管理上 除了要保持比较干燥的空气相对湿度 还要控制土壤含水量 不能浇水 此时浇水会使果实的含糖量大幅下降 降低口感品质 瘦粉后43至45天 果实就成熟了 判断果实成熟的标准除了根据瘦粉时间外 还可以根据果实的外观特点 当果面呈现本品种特有的熟黄色 果实附近叶片出现干枯状 果实散发出淡淡的香味 就可以判断果实成熟了 采收时 为了保证果实的新鲜程度 要连同果饼一同减下 果饼成T字形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 IVF117虽然说在温室大棚生产中 最适宜在冬春季节种植 但是秋冬季节栽培也会有不错的表现 只是要在秋季种植时 苗期注意降温和防虫 果实生长后期 加强保温措施 这样就可以让种出的IVF117 和春季效果一样了 好了 今天节目就品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